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13日 已經是 星期三 關於 傳了很久的消息 中共會在10月份 向台灣的金門和馬祖發動進攻 一舉 吞併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 其實在民間 政治方面其實也很親共 金門的人 基本上他們 以往都是投給國民黨 從來都不會投給民進黨 民進黨一定一定輸 以道的人 因為享受到大陸 有帶來的好處 例如小三通 有大陸遊客來吃東西 買東西 然後他們金門 尤其是金門 看到對面的廈門發展得那麼好 而金門沒有甚麼發展 他們很多人 其實也很想跟大陸統一 尤其是 說可以拼入廈門就發達了 他們的地也值錢 生意也做多了 旅遊也發達了 好了 但是一個問題 就是 台灣現在還在控制著 台澎金馬 台灣中華民國的國號 仍然對台澎金馬有控制權 如果大陸出兵 收這兩個地方 或者將這兩個地方打下來 那麼台灣是不是要應戰呢 是不是要派軍隊去跟他們作戰呢 是不是要在金門再來多一場炮戰呢 現在很多人都在 計算這條數 因為中共 打台灣本島的機會其實是很小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兩個軍力其實是很懸殊 懸殊是台灣軍力是一定強於大陸的 因為台灣有美國最先進的武器 有全世界數一數的防空系統 這些系統 基本上 不是中共的普通的濕溝導彈可以打得下 中共的導彈 至少準程度一定不行 台灣的導彈系統 尤其是導彈的防禦系統是很先進的 跟以色列 排在No.1、No.2的 所以 他能否攻擊台灣本土 我們覺得是沒甚麼可能 加上日本和美國 是有機會出手協防 所以 目標 正如外面的分析 就是在 金門和馬祖 金門和馬祖基本上是沒得守的 因為當地太近大陸了 大陸只要派船 派軍人包圍了金門 撤斷了你和台灣的聯繫 在金門收中移動 更容易收到台灣電訊 所以 金門的人慢慢慢慢反而覺得自己是一個大陸人 是一個福建人 他們不會當自己是台灣人 這個問題 就 有點像 俄羅斯或烏克蘭中間的 頓列茨克 盧金斯克 那裏有大量的俄語人口 他們 俄羅斯政府 煽動他們 又或者 利用一些民兵 說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同胞 反對烏克蘭 烏克蘭的納粹 跟很多學者 在美國的自稱民主派的學者一樣 武漢烏克蘭 他們所說的版本跟中共的版本一模一樣 中共是不是可以照版主玩呢 你既然可以幫俄羅斯做這個大外宣 你是不是一樣可以在金門和馬祖做這個大外宣呢 到時 搞一些民意出來 令到金門和馬祖的人出來 有行示威集會 我們要求兩岸統一 我們不要分裂我們的統一 然後不要外國人的干涉 打到美帝 打到日本軍國主義等等 然後 金門市長 或者馬祖的市長 或者縣長 縣長 我宣布就是 要打到台灣台獨勢力 然後我們宣布 我們要 回歸 祖國懷抱 金門回歸 馬祖回歸 你台灣 會不會派軍警來鎮壓 其實我覺得變場莫及 當如果到了這一步 其實是 不用打的 反而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性 新華社剛剛發布了消息 現在 大陸官方制定很久的 關於支持 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的新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 在昨天公佈了 文件提到要充分發揮福建對台獨 對台獨特優勢 對台獨特優勢 以及先行示範作用 很好笑 你看起來 福建對台獨特優勢 什麼意思 福建可以幫助台獨 不是 福建對台獨特優勢 善用國方資源 融化 深化融合發展 還要構建立體式綜合性對台通道樞紐 此外 文件也力推 在福建的台灣人申請居住證 讓他們擁有 內地居民的相同福利等等 文件主要是針對 馬祖和金門 金門對面是廈門 馬祖對面是福州 所以他們說 金門居民可以在廈門定居 甚至買樓 享受我們的福利等等 馬祖一樣 新華社說 這個文件是 昨天晚間發佈的 主要是內容有六大項21條 在交通部分 文件只需要推動敏台 基礎設施的應通盡通 靠建立體式綜合性對台通道樞紐 暢通敏台與大陸其他地區連接通道 進一步優化加密福建沿海 與台灣本島及金門 馬祖客運 航線 鼓勵更多從未過大陸的台灣同胞來敏交流走訪 文件還鼓勵台灣人到福建就學 就業 生活 社會參與 完善司法服務 購房置業等等 其中 提到要取消台胞 在敏 即是福建的暫住登記 鼓勵台胞申領台灣居民居住證 台胞在敏 落戶實現 元朗盡落 同時還將擴大台灣居民居住身份證 核檢的應用範圍 努力實現台灣居民居住證 和大陸居民身份證 相同便利等等 具體地區面向主要集中在金門 金門 馬祖 文件支持廈門和金門加快融合發展 實施金門居民 在廈門和等享受當地居民待遇 探索下金合作共建基礎設施的模式 加快推進 和金門通電 通氣 通橋 支持金門共用廈門新機場 至於馬祖與福州 文件則提到 支持馬祖居民在福州等同享受當地居民待遇 推進福州和馬祖通水 通電 通氣 跟金門和廈門一樣 究竟現在共產黨在搞甚麼呢 實際上我是認為 他未必需要打 因為金門的人真的是很投共 很親共 馬祖也是一樣 因為他會貼大陸比較多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共產黨 可能會採取 俄羅斯的方式 就是用這個鈍涅持黑勞金思黑的方法 分裂金門和馬祖 在那裏 美其明 他不會搞公投 因為搞公投 刺激到大陸的神經 他一定說我們要求回歸 我們要求全民回歸 上街抗議 當然 上街抗議也可能會很溫和 甚至乎 我覺得最終 他們不想用一些刺激到大陸人的方式 因為你如果用這種方式 例如上街抗議 激烈的抗爭 我們要支持我們回歸祖國 其實會做一些示範作用給大陸人看 因為你把畫面 全國播出去才會有合法性 你才會有吞併金門馬祖的合法性 但是 大陸肯定會顧及到這個問題 不可以用遊行示威 不可以用公投 因為如果你搞一次公投 大陸人到時候又要有公投 那就糟糕了 所以是不會有公投 不過他們可能會 學香港的左派 外國建制陣營 登報紙 團體 幾千個團體 可能金門只有幾萬人 也有幾千個團體 甚至乎幾萬個團體 每人一枝旗 我們這個團體 支持回歸祖國 我們要求金門回歸祖國 然後又搞簽名 我覺得他最喜歡的就是做這些事 好像香港 民建聯 尤其是之前的 反 反佔中 類似那類的組織 他們搞一些簽名 登報紙 令到 那個氣氛做出來 好像一個輿論 我們要回歸祖國 然後共產黨借一些意義挑起事端 當然 他們可能會假扮 像七七勞溝橋事變 假扮這些台獨的勢力 當然就是這些士兵 是台獨分裂勢力 向居民開槍 假的全部都是自己人來的 誤傷一個居民 或是打死一個居民 隨便找人出來做替死鬼 他們 所以 為了保護 金門馬祖島上 一些外國的居民 他們 迫於無論要出兵 去接管這裏 而且 他們是應這裏的金門 馬祖縣 起義的縣長要求 派兵平亂 這樣 就搞定了 或是製造事端 或是請一些流氓黑社會 扮成這些 台獨勢力 台獨分子 出去 打架叫死 然後居民就忍無可忍 我們要求起義 我們要推翻這個 反動政權 推翻這個 跟黑幫勾結的政府 大陸最喜歡做這些事 他自己就是黑幫了 但是他就是無憾人的黑幫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其實台灣是很頭癢的 你打也是 根據民意調查 台灣其實覺得這兩個地方是累積的 因為太近大陸 你 對他的支援 又不是很足夠 你也不會投入大量的錢給他 因為隨時被大陸吞了 只能夠在一個 十分之有限度的發展 甚至乎接近未發展 還在一個很鄉下的地方 大陸人去就當是聶旗 尤其是廈門去金門 當是聶旗 吃土特產 烏魚子 最有名的烏魚子 實際經濟是沒有甚麼的 要靠旅遊 你靠旅遊全部帶來 原來是你的衣食父母 有甚麼辦法不親共呢 所以 如果真的中共那種方式吞併 當作像克里米亞 或者叫做勞金斯克 遁涅茨克 其實台灣 他想收復的機會只有一半半而已 他不是百分之百想收回這個地方 他可能 覺得可以純粹退走 一來 節省很多 很多國防開支 雖然沒有了那些領土 反正那些領土也不是很屬於你的 人心那裏的人 已經向大陸了 所以 我覺得共產黨 會走這步棋 的機會大過出兵 因為 現在是不用出兵的 當然他可能最終也會派軍隊進去 接管那個地方 但是 可能是 不需要靠打仗 而是 自己做上戲出來 我們為了保護當地居民 像俄羅斯 當地有些親俄的人士 被人逃殺 我們要去救他 作一些故事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 接下來的局勢 我覺得是會有很大的變化 但是台灣方面肯定會很隱讓 因為整個台灣政府 一直以來其實都是委曲求全 只要維持現狀 只要兩岸沒有發生 爭奪 其實我反過來覺得 烏克蘭 不可以放棄任安達領土 但是台灣可以 台灣可能真的會 放棄金門馬祖 換取和平也未定 我不要了 你拿去你拿去吧 但是 如果這個 陰謀被中共得逞的話 他下一步 就在台灣其他地方搞一件事 上街示威 然後登報紙 然後搞一些論壇 我們台灣人很喜歡回歸祖國的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不要洋鬼子館 日本人你不要干涉我們的內政 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內部的事 美國人然後在美國在台協會抗議 我們不要美國加入 他只要發動10、20萬人上街 就像韓國瑜的支持者 有的 他就會那個聲勢 到時我看你投反政府怎麼做 這件事不是無稽之談 我覺得 最終共產黨 真的會做 因為他 打仗打不過你 他就會搞一些陰招 所以接下來的局勢 十分之兇險 中共 肯定會動手 但是用哪種燃燒動手呢 我認為 像是 好像當年七七露級 挑起一些事端 然後借口走向你 保護他們的 人民 那就很麻煩 這一節我先分析到這裡 今天幸好地出了兩頭兩三節 還有廣告沒有黃標 希望昨天只是個別事件 別再來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博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服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